回到攪拾現場 剛才一直訪問汪奴主要是營運上的困難 即是現實的問題 即是做一些寫真的雜誌 但是我最主要其實都是想問 真是做起這些雜誌上來 或者真是做寫真雜誌 因為雜誌的東西我們不必要插腳下去 市場又應該來玩完 我們再插腳下去是不對的 我們不能玩應該這樣說 但是寫真雜誌 其實現在在外面如果我拍了一堆照片 甚至外面有很多數碼印刷 做一本半本幾百元就完成了 即是我自己都會做這件事 所以就問 好像有得做 不是有得做 至少在興趣上有得做 如果你說在製作上印刷最簡單 在製作上 最後的輸出是一個印刷品 印刷品 你就要現時的方式 數碼印刷和歐式印刷兩個 如果你印幾本 當然是數碼印刷 你印幾百本幾千本 過萬本的 當然是歐式印刷 那是成本問題 當然 所以數碼印刷的質素 其實數碼印刷都很高 數碼印刷都可以追到歐式印刷的質素 甚至乎你去到一些很美麗的規格 你選擇一些超美麗的紙頭 其實已經等於我們出相片的程度 沒錯 所以數碼印刷的問題 在質素上已經不是問題 而是成本問題 因為你印一本 你剛剛也說了一本幾百元就完成了 如果我都去賣 沒有理由賣一千元 你三百元 那你只印刷成本三百元 那你賣多少錢 你賣四百元 你賣四百元 那你賺一百元 你以為你一百元賺 發行呢 發行抽你四成 四百元抽你四成 我還要每本貼幾十元 那你起碼呢 那你起碼呢 起碼要六百元 只要做 我真的要課分 我自己做的 但我又想有你做到這麼泡的水平 其實整件事 因為我有些什麼 由零開始 我有些什麼要搞呢 總之到最後 我就是去那些數碼印刷 但之前所有事情 我有些什麼要搞呢 從零開始 你大概會不會說到什麼 首先我覺得 有很多個 我覺得認識很多朋友 除了你以外 都覺得 我懂得拍照 或者我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 都很想出一些相集 或者出一些寫真集 類似的作品 起碼要課分自己 是的 沒錯 但很多時候 面對的一個問題 就是 我拍一張照很漂亮 我拍一輯照很漂亮 但是當你要交一百張照片 都是同一個Tone 而且都是漂亮的話 其實這個是相當困難 同一個Tone也是很難的 譬如我都不敢說自己拍照多厲害 拍到天下無敵 絕對有人拍照給我更好 是沒有問題 很多拍廣告的大師 我都認識不少 但是我敢說一句 跟你鬥拍一張照漂亮 我不敢說 但是跟你鬥拍一百張照 我肯定漂亮 為什麼呢 就是你要有整個連貫 還有你要有整個flow 去令到本書有關連 寫真集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 講一個故事 會多於純粹 將一堆獨立美的相片 放在一起 其實每一次的相片 在前期的創作 你要想法 想了我要拍些什麼 這本書其實是想說什麼 譬如我之前有本School Girl 或者有本School Girl 有一個寫真作業 叫做 牧村美少女 牧村美少女 其實裡面的場景各樣 其實在你製作之前 一定要量度 我有多少場景 究竟有多少場景 有多少衣服 造型是怎樣 全部這些要配合場景各樣時間 其實一開始要想 譬如我當你做200版的射真 你裏面200版裏面 哪一版側什麼相片 其實未拍之前 要想好 當然要想完才開始 很多人就是 我拍了一輯相片多漂亮 然後我再拍第二輯 又多漂亮 第三輯又多漂亮 我拍了十輯之後 十輯都多漂亮 不如我變成一本書 那本書就很不統一風格 譬如你有一輯在宿舊拍攝 有一輯去沙灘拍攝 有一輯去森林拍攝 有一輯去這裏拍攝 但有沒有關係 即是沒有一個主題 即是沒有一個主題 就算你是同一個女生也好 那它有沒有關係 你整本書人家看完就好脫 雖然沒有一張可能很漂亮的相片 但是你可不可以 那些人整本書看完之後 得到一些東西 有個感受在裡面 即是你可能 就算你想銷售女生 你也要銷售她的鮮氣 你也要每輯相片 沒錯 你說的鮮氣 沒錯 通常我第一個想到 帶她去森林拍攝 然後後面放煙 很有鮮女的感覺 沒錯 我拍了 拍一輯相片 十版的 可以霸佔到十版 另外那一百九十版怎麼辦 我再想到 我上富士山又拍一下 跟著我再水底拍一下 怎樣呢 剛才我講了三個 那都是四十張 我當你一百張好嗎 還有一百張 沒錯 首先你整本書 你要知道你這本書 你是想帶一個完整的感覺給人 還是我只是一個相集 濃縮了不關事的一百張相片 其實我很久之前跟一個 喜歡聽音樂的朋友說 我喜歡買一些雜感 或者叫做精選碟 因為她將一些 包羅萬有 那個歌星最好聽的歌 放進去 但她當時就覆了那一句 但好像那些歌 大家沒有關連 沒錯 但去到 即是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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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高級一點的 其實根本就應該是 整件事是應該有關連 因為她不是一張相片 她是一本書 即是你要知道你究竟 你是賣一張相片 或者你是想賣一本書 書是有連貫性的 你有沒有讀過一本書 第一版和第二版 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我用回你 上年 因為Ronald每年 除了一些 真是很商業性的 寫真集會出之外 其實她都會 即是我很欣賞她 會出一些 即她預計都可能 沒有什麼利潤 沒有什麼利潤 例如前年的School Girls School Girls 應該日本也挺流行的 其實基本上 你說抄也好 參考也好 是根據日本一些風格來做的 大家看到 其實這本書 沒有什麼可見到 因為她是三個女主角 但其實裡面 沒有什麼見到 三個女主角的樣子 如果大家有看過 日本大師的作品 其實都是根據她的方式 但是你 雖然 最主要我是用回香港的 其實是玩一個這樣的概念 會像香港 即是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 即是我經常都看下旁邊的女同學 即是那些角度 沒錯 即是我覺得她們吸引那些角度 或者 即是很簡單 即是說真的 譬如這些 你要看過女同學 可能真的會 看她身 看她腳 當然 你的樣子 即是我覺得 在這本社真集裡面 即是 這本社真集裡面 她不拍的樣子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我可以投入回 我以前暗暖的女同學 所以整本書 雖然這本書的編排 是有點脆的 但她整體的感覺是一致的 這個是很重要 等人整本書看完之後 可以這麼說 我希望帶到一個感覺給讀者 就是回去讀書的時候 是的 是的 這個就是如果 看完你告訴我 你懂得到的 想起你初戀 暗戀的女同學 那我就成功了 這個就是我想做的事 但是 如果你一百張美女相放在一起 其實 一百張美的女 即是穿下服的女生 想放在一起 其實又 就純粹看了一百張美女相 就會懂得到 即是 我會想起以前的情懷 是的 即是好像有點老套 因為其實寫真集 就算如果你留意一下 日式也好 歐美也好 其實每一本都有主題 是的 有一些方向性 譬如 之前 《條生幾信》 《大師》 《方木驚慧》也好 Terry Richardson也好 他們每一個作品 你看完整本書 你會很統一的感覺 風格完全是接激的 沒錯 就算一隻字也沒有 你看完照片 你會懂得到的 即是我自己很崇拜 一個日本的攝影師 《方木驚慧》 雖然我不懂日文 但我很多他的作品 看完之後 你會懂得到他想說什麼 當然 如果你只看一兩張照片 你會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亦都可以這樣說 一兩張照片 根本那張照片 不是一張什麼好照片 甚至乎特意 尤其是女生 可能會有一兩張 整些醜態出來 但一夾下去 就很適合 等於你在看一部電影 你其中抽一分鐘出來 看有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告你侵犯眼拳未必可以告到 沒錯 所以其實射真集是需要整本書 所以我自己在創作裏面 一定會在之前想好整個方向 怎樣做 然後才開始拍攝 這樣才有連貫的感覺 帶到感覺給別人 而不是靚想靚想靚想 OK 我們用另一本做例子 就像這本屋邨女孩 這個就真的 在一個屋邨拍攝 甚至乎借在屋邨的家裡拍攝 沒錯 就是屋邨的家裡 當然裏面有些大家 即是我們小時候 即是屋邨出身 就一定會有感覺 很下上一些 可能隔壁有個漂亮姐姐 隔壁有個豬女 是的 或者漂亮妹妹 她又真的這樣 你會發現 我小時候真的見過隔壁屋 或者樓上樓下 有些漂亮的姐姐妹妹 真的做過相同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就算在拍攝 或者選照 各樣 其實不是從一個最漂亮的方向去做 即是我不是要拍一張最漂亮的相 我亦都不是要選一張最漂亮的相 撿到它完美無瑕地擺出來 而是要配合到我希望達到的感覺 因為漂亮這個字 其實有些大家的共識 是這樣就為之漂亮 即是那個漂亮是有一個比較接近的標準 在裏面 但是你拍一部戲 你都會有不同的角色 都會有不同的形象 你每一個角色都是漂亮 你都會很悶 也不可能每一個照片都要拍到 即是醜角應該有醜角的形象 美女就有美女的形象 有時看很多韓片 主角通常不是最漂亮的那個 對不對 因為你就要找適合的東西 才可以帶到感覺給別人 甚至乎如果那場剛好是經歷的 你沒有理由要一個女主角很漂亮的死 是的 雖然也有 但也不會每次都是這樣 是的 你拍過鏡頭 說她被人追殺 跑了三條街 然後站在那裡 哇一滴汗都沒有 很漂亮 然後妝很漂亮 那你就沒有感覺 你不會覺得很緊張 然後會給別人 是的 你叫她甩甩甩甩甩甩 才能帶到感覺給別人 所以我們做書 就不是追求單一張照片 而是整體的感覺可以給別人 我覺得比較接近拍電影 但當然複雜程度各樣就沒有那麼大 當然 始終偶然 後期撿照片可以統一一點點的感覺 當然是幫到一點點不一定幫到的 這個原因